老师您好 我和老公每每忙于工作取得成绩 孩子 教育和夫妻感情就会被忽视 进而出现问题 于是我就会读些育儿和经营感情家庭的书籍 时间偏向经营家庭工作成绩就又下降 我总是尝试平衡 十多年来像悄悄板一样此起彼伏 我妈说我做什么事太专一执着 不会一心二用 到底如何才能平衡 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 相信每个人都回答过 对吧 平衡的 首先我就回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怎么一心二用 你要在每件事情上都要学会一心二用的技巧 每件事情都积累起来 你就一心二用了 我自己就一天到晚一心二用 我怎么能够做到的 同时没把自己累死 就是一心二用 几件事情同时做 否则你保证不了睡眠时间 那么什么事情怎么做呢 就是我的手机同时打开 再听到网上的节目 然后同时电视打开 接收正能量的信息 同时电脑打开 看英文论文 来满足学术的需要 怎么样能够三件事情同时做呢 我很好奇 如果你这个时间这段时间里 只专心做一件事 会不会那件事做得特别好 不用那么好 80分就够了 不用100分 你做三件事情完成了80分 它的总体效益要超过一件事 到100分 因为我的那个做法 是个很简单的一心多用的方法 就是立即的进行注意力的快速转移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快速的无人机 在三个仓库之间来回的转 我的任务就是看三个仓库哪个着火了 然后看看这个应该不太会着火吧 我猜到另外一句 然后看看 同样的道理呢 我主要的工作当然还是在看论文了 那看论文的时候呢 我耳朵在听旁边的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对我是有用和没用的 如果我听过的 我迅速就是把注意力转移到我眼前的论文上 如果这个信息点我是没有注意到 我就立即把论文抛开去看 看完这个点以后 回来再去看论文 然后做这种快速的那种三角的这种梳理 那么同时听那个是音频节目 也是同样的这个态度 迅速的就是剥离当中 对我重要的信息和不重要的信息 这样随着三个地方的时间点完成了 我三个当中最重要的点 全部给get到了 那么做这件事情是要有基本功的 这个基本功是阅读速度得非常非常的快 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快的一个阅读量的话 我这个方法是不能用的 所以呢要多读书 所以呢要多读书 因为你书读的快信息处理的快 只有多读书 这个方法是对我这个年龄的人适用的 我年纪轻的时候不敢这么用 因为这样用肯定是小猫钓鱼学不好 但是你年纪轻的时候 阅读的速度提高了 到中年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放纵的 进行一心三用的做法了 这样能够提高你工作的效率 虽然徐老师不怕挨打 他很勇敢 但我得给他找补回来一点 就是你们可以羡慕嫉妒 但不要恨 为什么呢 因为算了 就是有一些人他就这品种 就是有一些人真的不可以这么做 我就做不到一下子分裂成 大脑的区域分裂成很多块 同时处理很多信息 那怎么办呢 就是老老实实做一件事 对我来讲生活中从来没有过平衡 就是像穿高跟鞋一样 说哎呀 敲敲板 说哎呀 事业跟家庭如何平衡 哪里有什么平衡 只有选择 那我的方法就是 在你最重要的事情上面 投入全部的心力 很专一地把它处理好 接下来把它扔在旁边 不管得了多少分 进入下一件事 这样才能够快速处理很多事情 哪一个女人不是八爪鱼啊 同时按住这个 再抓住那个 同时要管很多件事的 安全帆 安患